字幕 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第一節會和大家講講 一個年輕的中堅 和我們扯上關係 究竟他值不值這麼高的價錢 和這宗傳聞 究竟有多真幾分價 一會和大家分享 不過這樣 講這宗傳會之前 有兩件事想修正 多謝各位巴友的評論 第一 非洲杯在Ivory Coast 是不是叫做科特迪 以前我小時候 中文譯做象牙海岸 Ivory Coast這個地方 並非卡塔爾 卡塔爾就是踢亞洲杯 多謝巴友的指出 另外 看你買回來 我記憶是幾百萬 但原來 還有一些附加條款 總共是可以去到剛剛一千萬的歐羅 所以也多謝巴友指出 好了 也說回捉總杯繼續發生 賓福特同浪隊一比一打和又要重賽 富咸一比零贏了Rotterham 二次一比零贏了搬尼 不過有趣的事件就發生了 為甚麼呢 曼聯這次堂著亞中槍 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韋斯咸的領隊 莫耶斯 也是我們前曼聯的領隊 原來韋斯咸和白麗頓 打和了零比零 那場球之後 他就投訴 他說怎麼搞錯 明明是國際主席的規定 一與一號就要放人去非洲杯 所以他的球就沒有了 Kildos和另一位非洲球員 對於他們來說有很大影響 但為甚麼利物浦 又可以留沙拉多一天 讓他再踢那場球 還要不用說萬聯 奧娜娜根本上 可能是月中才去歸隊 他就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 二次的領隊Postokulu 就說不是這樣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Postokulu就說 就算奧娜娜 踢14號對我們那場英招比賽 他都覺得是沒問題的 為什麼呢 他說其實 這些東西就是 國家隊和球會的溝通來的 亦都是跟這個 球會自己的取向有關係 因為他說 其實我們 他們而此 就很鼓勵球員代表國家隊 所以他們就沒有了老孫 他都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老實 我不知道大家 這些領隊 說這些說話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因為 我只能夠照字面解 很難猜他們背後的情況 或者想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Postokulu這個人 令到我越來越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首先 他接了一個燙手散戶熱刺 竟然可以 一接手 好 頭半季已經弄到現在這樣 雖然當然 可能這是一個蜜月期 但是 他現在都打了半季 他現在成績一點都不失禮 而且他也是 好像我們經常說 受到傷患的困擾非常之大 但是他這個態度 面對一些逆境 他都可以想辦法 或者處之泰然 這件事情 我覺得作為一個足球的領隊 是有需要的 究竟他可不可以一路繼續下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打法 我聽到很多球評說 因為以次的幫我就不太多 很多球評就說 你不能夠贏到錦標的 你這樣就是有錢沒有後 打死罷就 當然 以往來說 一定是這樣 但是會不會 Postokulu 由於他的態度 由於他的 對球員的影響力 令到這件事 又可以做一個突破呢 那真的要繼續看下去才知道 但是 他這個態度 我覺得是很有趣 令到我覺得 我對這個人 特別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但是他教球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比較少看熱刺的球 但是 起碼他教到熱刺 是很適合入球 亦都很容易失敗 相對來說 這個就是有趣的 起碼好看 而且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留意熱刺 因為由我小時候到現在 熱刺都是一隊這樣的球 就是有錢網路打死罷臭 那些球好看 但是未必贏到錦標 所以 他的人物性格 看來跟熱刺這隊球很符合 OK 好了 我們對維根那一場 仍然和大家說 星期一馬先踢 所以我們這個weekend 都沒有球踢 不知道是不是有好消息 Sky Sports那一篇 就說 Mars有球會對他有興趣 包括在沙地的球會 和土耳其的球會 也會開始跟他談談 大家都知道 Mars只有半年約 其實理論上 他已經可以簽定 暑假走的約 尤其是 他的人工相當高 問大家一個問題 究竟 你覺得 應該早些放他走 如果有球會 我假設 早些放他走 我們起碼 就算沒有轉會費也好 省下半年薪金 還是說 我們只有賀龍一個前鋒 又不知借不借到回來 是不是都應該留他多半季 與其借過不知道什麼人回來 是不是應該留他多半季 用他走 然後才放他走呢 我自己 我自己 就不贊成留他的 為什麼 老實 他和華拉尼兩個 都是經常受傷 或者病 踢不到的 但是 老實說 華拉尼下場的時間 給我們的感覺 真的很多 這是感覺 他心裏是否真的 我不敢說 但起碼我們看到 球場上的感覺 華拉尼是積極很多 如果他下場 但是 始終有一件事 當他就算下場的時候 他給你的感覺 都是 好像沒什麼所謂 或者他人真的 或者他心裏不是這樣 但這是觀感的問題 所以 既然是這樣 他真是說真的 十場裡都踢不到三四場 原來他說什麼 我看回他的資訊 他上一場 代表馬聯踢90分鐘 已經是2021年的事 既然是這樣 其實他留在這裡 人工又超高 又不幫得多少 不如就 用了他 即是如果他真的肯走了 也走到 不如就用了他那份人工 找個 略為比較好的 前鋒回來幫忙 即是搏一搏 就好過留在這裡 也肯定幫不了手 你們是怎樣看呢 好了 就說一下 亞特蘭大 為什麼無端要說亞特蘭大呢 因為 我不知道亞特蘭大 踢得如何 但是 我們的傳聞 經常都傳到他 已經來了萬聯 包括阿瑪仔 包括賀龍 都是亞特蘭大來的 現在 除了我會說 這位中堅球員 Georgio Scavini之外 另外一個中場球員也有傳 我就在想 咦 亞特蘭大難道在二甲日 為什麼差不多 有小半隊球員都和我們扯上關係 但又不是 原來他現在排第六位 不是特別飆青 所以我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 看開爾甲 就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傳聞 全亞特蘭大的球員 因為老實說 無論是阿瑪仔也好 或者是賀龍也好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一個 叫水魚駕 買他們回來 老老實實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的確是需要中堅 所以亞特蘭大和我們 經常有千絲萬縷關係 我儘管又看看 這位 Scavini這位球員 是怎樣的 不過首先說回傳聞 傳聞就是這樣的 不是只是說我們 他就說 意大利那方面的媒體 就和曼聯和王加馬得利 嘩 我們和王加馬得利同框 就和我們說 喂 如果你簽這個Scavini 這個20歲的中堅 你就要給最少六千萬歐羅 當然 他說之前來說 組仔 國際 和AC 三間球會都已經說 對他有興趣 即是說 伊甲一直都 有很多球會對他的興趣 現在就發展到 我們和王馬同框 一說轉會費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和王馬同框 這個真是 又是那句 每一天都找到些東西出來 苦笑 我們 看回他 原來 他剛剛去年 就上了 這個意大利國家隊 真的很年輕 他不知道兩季前才地標戰 但是 雖然華入選了國家隊 但是 基本上 都是 在外圍賽有上陣 但是很多時候 都是板凳的 你看看 他對什麼球隊會上陣 馬爾他 North Macadonia 但是Ukraine 他也有上陣 但是 其他 譬如英格蘭的比賽 就是坐板凳的 另外 就讓我看到一件事 他有受傷 原來 2023年11月 曾經受傷 就停了兩場 那受傷 叫什麼呢 叫Lumbago Lumbago 我上網 Google看 是有少少背傷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他是這麼年輕 已經有少少背傷的問題 這個是 上一個 2023年的11月 我不知道這件事 有多大影響 這裡是否有得看他的受傷 看看 Injury 是否有Injury 看的 看的 看不到 Career 因為我記得 有得看Injury 不過不要緊 起碼 這個背傷 大家要留意 要小心 然後我也要看 他的球探報告 究竟有多厲害 大家都知道 因為年輕球員 很多時候都會有球探報告 這個scouting report 這個scouting app 那些球探報告 都挺有趣的 都寫得很長 整篇文 簡單來說 他是中堅位 但他也可以踢防中 還有他左右兩邊 他是右腳中堅 但是他左右兩邊 都能踢得到 還有 最大的問題是 他是一個三人的中堅 在亞特蘭大來說 他是踢三人中堅 這個和坦克 可能真的有點不同 當然 也是那句 所謂踢三中堅 其實在球賽中的 不同時間 但不同的情況 其實都會變來變去 因為我們有時候 你都可以叫我們 說是踢三中堅 因為很多時候 兩個中堅一抹開 防中 退下來 即是當我們 保持著波上進攻的時候 我們嚴格來說 在踢三中堅 那麼 他很明顯是一個 現代中堅 需要有的東西 也有的 一個叫做 防守方面 又比較好 也都是這個 在 叫做 叫做 Dominance方面 在球賽中 主導方面 也都做得比較好 也都踢得比較優雅 即是他控球方面 不錯 也是一個 可以做到球 還有 又穩陣 的一個混合 來的 還有我相信 意大利一般的 後防給大家的感覺 是穩陣的 但是 我們對於意大利的後防球員 我記憶中就是 達米安 都在邁聯來說 就是媽媽的 另外 他有一個很仔細的 詳細的報告 就是 說每一件事 但是 其實說真的 如果現在來說 他大部分 不同的方面 的評分 都是大約 六至八分 這個範圍 就是說 其實他絕對不是 一個很成熟 或者大屬大獄的中堅 仍然都是常代磨練的 那究竟我們現在 萬聯 在現在這個情況 是不是適合 買一個 未成熟 但是就有 potential的中堅 回來 讓坦克 或者不知是否是坦克 去教好他 還有 一個 現在這樣類型的中堅 標價都六千萬了 歐羅 如果真的有人欠的話 可能 因為我另外看到 做research的時候 看到一些新聞 說萬成都有些傳聞 堅定留不知道 所以 究竟是否值得這樣做 還有我們有沒有一個條件 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提升到他 令到他成為一個頂級的中堅 這些都是我想 轉會團隊要想的問題 所以 你問我 這個球員 一定有potential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萬聯 他也會想 萬聯 是否一個好的地方 給我去發揮 我相信 如果你問我在現在這一刻 我就看不到 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去提升他 以及已經是一個六千萬歐羅的價錢 正如我昨天都說 你買了它回來 你就算提升到 就固自然好 但提升到 他幫我們踢完之後 我們經常說 是不是可以再賣回 起碼平手的價錢 其實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元素 但首先 首要 他的踢法上高 現在在亞特蘭大 在踢三中堅 對於他來到英超 要踢一個 通常 都是這樣說 比較上防守的時間 一個雙中堅的情況 又能不能夠適應到 對於他的成長 會不會有些阻礙呢 這件事 就留回轉會團隊的考慮 暫時來說就不太正面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 所以今集有兩個問題問大家 除了這個 Scarvini這位的中堅球員 合不合我們之外 就是 你又覺得他留多半季好些 聽說 如果真的有球會 不如就送走他好些 第二節想說什麼 今天有第二節 就跟大家說說 尖尖 來了曼聯之後 一些相關的資訊 第二節跟大家分享 今集在這裏 多謝各位視頻收睇 拜拜